大家都知道在我国的光辉历史岁月中有很多老前辈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他们为了新中国胜利和百姓安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甚至无私的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而对于这些人的新生国家并没有视而不限 会给予他们的子女后代一些特殊的帮助 并且对待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会给一笔抚恤金 如果在新中国还没有解放的时候 有一个人的先生让国家给了60万的抚恤金 还有50亩的田地 这个人就是红武军的一位老团长 董正堂那他到底有什么功绩 值得国家给他这样的特殊关照呢 董正堂这个人本来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员 但是他看不惯蒋介石这样的腐败 于是就带着自己所在的国军党部队起义了 然后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董正堂领导的这次起义人数庞大 还带来了不少先进的军事武器还有粮食物资 让我们的红军队伍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不要小看了这场起义 在后来解放战争胜利了以后 这个部队中出了30位成为将军的人 可见这场起义有多么重要 而且董正堂还参加了后来红军所有的战役 可以说是立下了无数的军功 但是最后董正堂却牺牲了 要不然他都有可能成为上将 董正堂是牲牲在甘肃地区的 当时战争的情况很惨烈 董正堂部罪的3000多人被敌军的2万多人包围攻击 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 董正堂带着部队顽强抵抗了将近10天 直到最后一刻大家全部阵亡 沿岸方面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伤心 董正堂的妻子更是悲痛万分 在抗日战争的影响下 董正堂的妻子和全家老小一起流落到了晚南地区 董正堂的上席知道他的家人现在生活得非常困苦之后 就派人将他的全家人都接到解放区的房子里面住 还送了60万元的抚恤金 为了让董正堂的家人能够安定下来 又分给他们50多亩可以耕种的田地 我们国家对于董正堂的家人已经非常厚代了 不知道你心里对红军的做法是什么想的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